蒋永白1976年9月10日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市 祖籍治江省 宁波市 凤华区 西西口镇 加拿大籍 华裔 企业家 现居台湾 现在是成果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 蒋永白长相非常帅气 他是蒋介石的孙孙 蒋经国的第四个孙北 他是蒋经国12蒋孝勇和妻子蒋方之一的长子 他们有见过孙子福 蒋中正 蒋永白上年时代居家移民加拿大 随后蒋永白加入加拿大国籍 蒋孝勇换爱后 全家首次回到中国大陆 去奉华西口祭拜高祖母王太夫人墓 同时密谈两讲一一零问题 蒋经国去世后 蒋家难洗 不再从政 他表示 蒋家在起 但却不会从政治起来 作为曾经的贵族 他对蒋家的历史和祖辈人物的评论 有着自己的概念和理解 蒋永白认为蒋中正去世以后 中国国民党立即为他建立中正的经营堂 是不对的 任何国家领袖在他过世后 马上就述同向盖纪念馆 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他认为若一个人去世 五十年或一百年 人民觉得他是伟人 撒毁他建立纪念堂 那没有问题 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对一度闹得沸沸扬扬扬的 中正纪念堂改名和蒋介石同向 拆除风波 蒋永白说 他基本上贩城 把大中制政的点额换成自由广场 他常到爱国东路的第一单咖啡 买一杯咖啡 然后到中正经营馆台阶坐下 心理思考这些问题 我不晓得我的后代如何看待那自己同向 看那个台北市中心 战绩几千平的纪念堂 但是我知道那是错的 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杀了那么多人 曾祖父祖父难辞其咎 毕竟他们在当时代表的是那个知情杀人的政府 2007年5月 蒋永白在接受访问时 直言 我家人曾经迫害台湾人民 对宗祖父父江中正及国民党提出评价及翻译 并探言 国民党有没有杀人 有 这是事实 所以在上海上还是在台湾上并不重要 蒋永白诞成去讲 他建议国民党不要去反去讲话 理由是每次当蓝绿两党为了选票在廉价的操作两奖的时候 困扰的是我的家人 伤害的是整个台湾 今天的台湾应该要迈入后奖时代 不要再将两奖作为一种图腾 两奖有没有做出事 当然有